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说说在美国的这个熊猫的鸭鸭这个事儿 背后也有深厚的背景,以及现在根据当下时局所产生的一些效果 这个不光是熊猫,涉及到外交,涉及到中美关系 那么先说这个熊猫,咱们先从熊猫这个角度说 最近这个鸭鸭在梦菲斯动物园,就是在田纳西州那个动物园的鸭鸭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面冲上热搜,连续好几天,很多人关注 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是来自于日本 就当时日本是前一段时间,有一只熊猫叫香香回中国 所以很多网民拍那个香香,你看日本人到机场去送,然后掉下眼泪,很喜欢香香给送行 他租期到了,他要回中国去 所以呢,引发大家聊到,关注到熊猫的话题 关注到熊猫的话题 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出现很多的声音,说这个 关注一下在美国的鸭鸭吧,你们看看在美国的鸭鸭吧 关于鸭鸭的话题呢,是在2月的十几号,20号左右冲上的热搜 这里面就跟中美关系和时局有紧密的联系 那么鸭鸭在美国的这个生活的照片和视频 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一放呢,确实是比较有冲击力的 因为从这个视觉效果上来看呢,这个鸭鸭呢,毛发好像有脱落 他好像有皮肤病一样,再有一个呢,感觉也很瘦 感觉怎么那么瘦呢,吃的是不是不好啊,精神状态也不好啊 给人的视觉感觉呢,就特别像一个典型的被虐待的 完全就没给我们照顾好嘛,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滴了当当的 这太令人气愤了,太痛心了,有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熊猫的话题呢,实际上呢,在孟非斯动物园呢 是两只熊猫,一个鸭鸭,一个乐乐 这个鸭鸭呢,是北京动物园出生的,乐乐呢,是上海动物园出生的 这两只熊猫呢,是2003年租给孟非斯动物园的 当时呢,签了10年的租约,租过来 那么2013年呢,又延了10年,又养了10年 到今年2023年的春天,租约其满 这两只熊猫,鸭鸭和乐乐,应该回中国了 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这个是乐乐呢,是今年的2月3号 非常巧,2月3号,在动物园死亡了 当时呢,在美国有媒体报 然后中国呢,也提出了,说这个,哎呀,乐乐死亡了 然后呢,这个,乐乐和鸭鸭在孟非斯动物园生活期间 就有一个呢,美国的动物保护组织 当时呢,他们就提出很多次啊,这个,压压和乐乐的状态不好 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来源于美国的这些热心的动物爱好者 这些组织者呢,有的时候啊,这些动物组织啊 有的时候是比较激进的啊,有点像那些环保组织的那些人啊 跑到这个大街上,往那一躺就不让开汽车了 就有那种行为啊,有那种 那么这些,压压和乐乐的这个现状呢 情况呢,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 在美国呢,其实就引起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关注 当时呢,是潘德威斯和Defense Animal啊,这些组织 给这个这个孟非斯动物园呢,写信啊 就是说这个压压和这个乐乐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啊 2021啊,前年啊,说这个状态不好啊 其实当时他们就好像有皮肤病了啊,就好像有脱毛啊 是怎么回事啊,感觉状态也不行 所以当时呢,就已经有这种质疑 当时呢,2021年的时候,孟非斯动物园呢 有过啊,若干次官方回复 他说呢,我们与我们动物园啊 一直与这些团体持续进行对话 我们也热情的接受到了他们对大熊猫的担忧 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饲养员和兽医 每天都会对两只大熊猫进行监控 同时呢,我们还与中国的专家 以及在美国的AZA AZA呢,是一个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这么一个机构 它的主要功能呢,是有一批科研专家 动物和植物还有环境这方面的一些专家 去研究科研这些在美国的动物园 以及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啊,水族馆这些动物啊 给他们监控的环境啊,看他们的身体状态 就是搞这个研究的啊,这么个机构 我们与他们一直保持持续的沟通 并每月向他们发送最新的消息啊 那么在这期间啊,鸭鸭呢 确实在孟菲斯呢,接受过四次这个人工受精 但都失败了啊,导致有四次的流产 那么这些过程以及鸭鸭 在和乐乐在美国的生活期间 其实一直是与中国的专家有紧密的联系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么在这个乐乐啊 死亡之后呢,在今年的二月份死亡之后呢 其实当时呢,环球时报就已经对这个中国的啊 这个专家组叫中国动物园协会啊 简称中洞协做过采访 中洞协呢,当时的回复就是说呢 我们啊,知道鸭鸭的身体状况,我们也表示担忧 但是我们啊,这些中国国内的大熊猫保护研究机构 和中美两国动物园的专家 根据视频啊,月度健康报告,年度体检等综合信息判断 这个鸭鸭啊,现在他们没有这种脏器方面的疾病 身体健康状的状况呢,属于中等啊 这是2023年的2月5号啊 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初啊 这个环球时报采访的 同时呢,专家们也认为 动物园的大熊猫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没有受到虐待的迹象 同时,中国驻美国使馆考察了动物园 证实了大熊猫在动物园得到悉心照料 这是2023年的2月5号啊 环球时报英文网站,他发布的新闻啊 这个链接呢,我也放在我这个说明区啊 那么,从到现在啊,2月底 这个事情,为什么突然在网上发酵了啊 压压这个话题,为什么冲上热搜了呢 其实呢,这背后呢,是中美关系 那么,咱们先把这个熊猫的背景事儿说完啊 孟非斯动物园啊,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啊 在美国呢,叫501C啊,这么一个非营利组织 就是这个动物园啊,它的产权呢 是属于孟非斯市政府的 然后它的经营呢,是由这种专业团队来经营 但是它每年的收入啊,就孟非斯动物园的收入呢 只能用于啊,这个动物园的维护啊 但是你不能说拿这个去给股东分钱 大家分红,这不可能啊 所以,它每年是在联邦可以减免税的啊 它是非营利组织啊,就501C这种机构 孟非斯动物园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同时呢,我也查到 它现在能看到它的财务信息呢 是2020年,也就是疫情那一年 2020年的它的年收入呢 大概1345万美金 当年的开支呢,大概1800多万美金 当年亏损500多万,这里面说明它是有亏损的啊 那么2021年到22年的现在财务信息看不到 那么像孟非斯动物园这种这样 501C这种机构呢,在美国很多 很多的动物园和水族馆 包括博物馆,包括什么科技馆 就是反正是你涉及到能够科普的啊 给民众这些信息的文化信息的等等很多啊 501C啊,就是美国就特别多啊 比如说有钱人拿出来,大家凑一块,凑一笔钱 我们开个博物馆,我们开个动物园,我们开个展览馆 它主要是这种科普性质的啊 所以呢,它是非盈利啊 这是它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门票 社会捐助,还有就是它的展览啊 它收钱的这些门票的展览啊 还有就是它的搞的这些科研项目啊 这类的,大概就这么几块的收入啊 那么这是孟菲斯动物园啊,它的这个背景 那么这个再说说美国的这个动物保护组织啊 动物保护组织呢,在美国是非常激进的啊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很多年以前啊 北京的全聚德,全聚德卡压店啊 全聚德集团呢,到美国的农业部华盛顿DC啊 这农业部这儿谈判啊,要在美国呢开这个全聚德 当时呢,我那个朋友呢,他去陪着他们去的 结果呢,他们去谈判的这个事呢 之前就被媒体给捅出来了 就一个堆啊,动物保护组织就跑到农业部那去抗议 为什么?全聚德和农业部谈判的事的谈判的这个目的呢 是要在美国养鸭子,因为你知道全聚德那个鸭子 你美国的鸭子不行,它不是那味儿啊 美国也有烤鸭店,加拿大也有,那个鸭子就是不好吃啊 它就太柴,全聚德的烤鸭它是甜鸭 它养的那种方式呢,是把这个鸭子集中圈养在这儿 然后大量的喂食,让它们增肥增标 然后呢,你烤出来一片的好吃啊 它那个鸭子那个品种不一样 所以呢,全聚德当时跟农业部谈判呢 是先把这个养鸭子这个基地建好,我们才能开店 要来干这件事儿 因为当时美国就是最有名的是这个老布什爱吃烤鸭啊 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美国人也挺爱吃的 但是这种养鸭子方式呢,这个动物组织觉得呢 这个不叫不人道啊 就是你不动物道吧 就是说你这个太残忍啊 你这种你不让他活动 你给他关在一屋里头,天天就喂食 最后就喂了杀了他 这不行,我们抗议啊,动物组组织 所以呢,全聚德至今没有在美国开店 在加拿大有店 但是它那个鸭子品种也不行 你不能说中国,你说它那个烤鸭它有要求啊 你不能是中国养好了冷冻的运到美国来 那你这这肯定就不好吃了嘛 你得先新鲜的鸭子 但是新鲜的鸭子,美国又不让你养 加拿大也不让你养啊 只能凑合着吃啊 用美国的品种的鸭子 那肯定味不一样 这是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他们这些组织呢,比较激进啊 同时呢,再说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很多,前几年吧 我去加拿大的时候呢 去加拿大有这个驴肉,这个驴肉火烧啊 我爱吃这个驴肉烧饼 但是美国没有啊 然后呢,加拿大多伦多有一家啊 那我大哥发现了,说那那可以 你当然去吃驴肉烧饼吧 哎,然后我说你问那老板,你这个驴肉哪来的 他说,哎,这都是有人啊 就是有这种卖食品动物批发的 他们去农场看见有驴了 告诉人,跟那老板,跟那农场主 你把这驴卖了吧,怎么怎么样 哎,就把那驴弄我们这来 我们这是有执照的 我们这肉也是合法的 有有手续的 然后就聊了几句 他就说,哎呀,你还欠了三天两头 这加拿大的动物这个维权人士 天天跑我这抗议来 说你们怎么能吃驴啊 多可爱的一个驴,你们吃驴 就是说这些动物保护组织 他们是其实很激进的 而且呢 他们有的时候是比较过激的啊 他是全世界是不是 他都都都这个这个什么啊 所以我说说两句啊 动物保护组织这帮人是干啥的啊 这么一个事儿 再来说说呢 这个熊猫的这个租金啊 熊猫的租金呢 现在纽约时报呢 报道呢 他们的调查呢 大概是一年两百万美金一只 一年两百万美金一只 这个钱交给中动协 中国动物园协会交给他们 那么这个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两百万 当然我也看到有说是一百万的啊 但是纽约时报说是两百万 而且是根据全球啊 世界各地的这个 有的熊猫的协议是保密的 但是我估计就是一百万到两百万吧 大概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 你比如说这两只鸦鸦和乐乐 在美国租了二十年 你租了二十年的话 你按这个两百万算的话 一年四百万乘以二十年 这就是八千万美金啊 八千万美金就是五点六亿 大概五点六亿人币啊 就付给中动协的 这两只熊猫这二十年 给中动协挣了这么多钱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那么养这个熊猫的成本呢 大概一年五十万美金 这个差不多啊 一年五十万 而且呢 这个在这过程当中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关的难题啊 科研的各种问题啊 你还得随时把这中国专家的请过来啊 这这这都都要弄的 而且呢 你租借这熊猫呢 你必须得先建熊猫馆 因为呢你像孟菲斯啊 包括华盛顿这有熊猫馆 华盛顿这个国家动物园这 它这个里面的横温横施啊 你得跟那个四川呢 它那生活的那个环境的差不多 你这个有的其他地方不行 不可以啊 我从网上看到这当年荷兰 为了弄大熊猫过来 投资了八百万欧元 专门建这个熊猫馆啊 才能把熊猫得借过来啊 所以呢 弄一些熊猫到国外来这个这个养啊 它成本很贵的啊 成本很贵的 然后呢 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件事啊 那么背后来说说啊 这件事情呢 到现在发酵到如此的原因呢 其实呢 背后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啊 你看啊 环球时报 英文网站 它2月5号的报道 与环球时报这英文网站2月23号的报道就完全不一样啊 标题完全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2月5号和2月23号的变化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了气球事件啊 这个气球事件从2月2月初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造成了中国呢 就是中国呢 剧烈的反应 当时美国也算是这个把那气球打下来之后激怒 中国觉得受受受受到了刺激啊 所以中国就开始反扑啊 所以这个熊这个气球事件呢 不用说了 过程背景不提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反正中美已经闹僵了 到这个样子啊 气球我之前说过啊 那么2月初和2月底 就因为有这个中美是外交关系的迅速恶化 所以把这个熊猫拿这个话题拿过来 调动啊 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那些仇美情绪 你看最近中国国内的宣传非常激进啊 美国几大霸权了 什么这个俄亥俄火车事件了 然后美国毒火车啊 有毒的毒火车 然后是每天的枪击案如何如何 美国又怎么怎么样啊 最近中国的宣传媒体呢 可以算是叫最近还有很多人说啊 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这种文革式的批美啊 包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说 你中国是很疯狂的宣传 怎么天天这个样子宣传啊 天天的这个样子宣传 其实就是因为中美关系的这个这个恶化 所以你看中国 二月初是因为大背景 当时呢 二月初的时候 这个这个这谁啊 呃 美国的国务卿啊 这个布林肯啊 要去中国 所以呢 2月4号突发了气球事件 2月5号 美国把气球打下来 然后中国2月7号8号左右就开始 外交部就开始反击了啊 说美国的这个各种各样问题 然后就迅速的把反美情绪调动起来 熊猫这话题马上能拿过来用啊 你看这有图有真相啊 多有冲击力这事儿 赶快调动 让网民去喷去骂 就美国就胡作非为啊 你在虐待我们的动物 那你对人更好不了啊 如何如何的 那么现在这事情为什么又有点变味呢 现在社交媒体上 其实呢 是这个网信班啊 或者叫中宣部的这种宣传调动民族主义的情绪呢 又翻车了 这件事情呢 引发了好几个动向 我总结了一下 这几个动向 第一个呢 一批微博上面的网民呢 去抨击中动协 中国动物园协会 抨击他们不作为 说你为什么不管啊 熊猫瘦成这个样子 这不是一天的情况 这么长时间以来 为什么中动协不作为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关注到我们的国宝出现这个情况 你们干什么吃的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呢 有网民呢 开始质疑这个 这个熊猫的这个收入租金了 那就是你看中国人多多惊啊 然后就开始说 鸦鸦受虐待 然后乐乐被饿死 7.8亿高额租借费到了谁的口道 到了谁的手里 中动协是否涉嫌侵吞国家财产 必须彻查 然后呢 还有激进的网友呢 给中国动物园协会呢 打电话 说我们已经问过问这件事情了 但是中动协呢 回复我们说普通网友无权过问此事 看来他们真的是吃了人血馒头 又开始吃猫血馒头了 然后呢 又开始我们要情愿 我们要如何 哎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啊 它是双刃剑 这很危险 然后就你看它就说它这个涉及贪腐资金了 你这里好几个亿啊 那确实是啊 那美国那边都说了一年我们都花这么多钱 而且全世界有多少中国熊猫呢 全世界啊 2022年的10月份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主任叫段兆刚说 全球圈养大熊猫的数量呢 大概673只 673只较10年增长了一倍 那就是包括中国啊 圈养的 那么中国呢 与很多国家有这种大熊猫境外繁殖啊 以及租界的这种合作啊 那个租的啊 这种合作有16个国家 在公开的报道显示 中国呢 与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芬兰、澳大利亚等 10多个国家开展了大熊猫合作研究 共有50多只大熊猫在海外生活 50多只啊 咱就按纽约时报的这个200万啊 美金一年一只 那50多只呢 一年就是1亿美元 一个亿美元啊 就是大熊猫租给海外一年收入中冻结1亿美元啊 那么如果20年的话 就20一个亿美元啊 如果说是咱不按200万 按100万 这个说那100万那个说法呢 那也是这个20年的话 也就是10个亿了 也有也有10个亿美元的这个收入了啊 你这个这个收入也很可观了啊 所以这些熊这些租借熊猫的资金 然后已经由网民开始质疑了 这个租金去哪了 他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的大熊猫是怎么养的 所以呢 又引起很多人呢 要跑到这个北京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去抗议啊 就到那儿 我们要去抗议啊 我们那抗议你把我们大熊猫弄到国外去 然后虐待成这个样子 你们也不管 那你们收了钱到底干什么了 我们要抗议啊 所以这网民要发动抗议啊 同时呢 又出现呢 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 就是这个浙江啊 浙江卫视呢 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直播啊 直播这个压压的这个每天的动向 当时呢 就断播了一段时间 又造成很多网民呢 跑到浙江卫视的这个那儿去抗议啊 或者留言 就说你们必须得再直播 连续直播 保持这个 我们要关注到这个压压的情况 我们要看到它的情况 那您不能把那段断播不行 然后又引起跑到那儿去了 所以呢 这个而且呢 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呢 质疑熊猫外交 有很多网友说 熊猫外交快停停吧 我们的熊猫这么可爱 送到国外去 如何如何出现了很多问题 然后还有网友呢 说 要把所有这个熊在海外的 这些大熊猫的这个这个这个去向 在哪个动物园啊 都总结出来了 荷兰的哪儿 加拿大哪儿 日本哪儿 美国的在哪儿 德国的在哪儿 把这个英文网址全都练出来了 说我们要到外网去 在上面发声谴责美国对大熊猫的虐待 要求这些国家把我们的大熊猫照顾好如何如何 变成了粉红出海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 弄的这个中心安部呢 和网信办呢 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啊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是非常危险的 很像哪个事情呢 很像马面群啊 记得当时说这个马面群的这个事件 就引发了中国的啊 这些这个小爱国小粉红啊 或者说这些民族主义者 跑到这个这个这个 那叫什么哭泣啊 还有这个那些店啊 在中国的那些店去抗议 到实体店去抗议 结果一到那儿就被警察给抓走了 所以呢 中国官方的很害怕啊 怕你们聚集 就像这些网民说 我们要去北京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去抗议啊 你这个东西这这这这肯定你到那儿就会被抓啊 所以呢 这个呃 民族主义呢 是一把双刃剑啊 你通过这个仇美 你你得控制好 你没你控制不好 那肯定你自己就翻车啊 所以现在这种东西就是翻车啊 就直接就翻车 所以现在把这鸭鸭呢 赶紧车下热搜啊 但是现在呢 乐乐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可以等待 专业的专家到美国来调查 到底是什么原因 压压什么情况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知道的情况 就是在美国的这些大熊猫 包括世界各地的 都和中国的这些呃 这个专家啊 常年是保持联系的 包括大家很多网民啊 说这个让浙江卫视去直播那熊猫什么 其实这些摄像头 在美国的所有动物园 都是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 我也把这孟菲斯动物园 压压那个监控摄像头的那个链接的 放在我这说明区 华盛顿这个也一样啊 华盛顿也有啊 华盛顿这个大概十几个摄像头吧 我去看过很多次啊 华盛顿大概十几个 就是他不管在任何位置吧 无死角啊 大概十几个一电视墙啊 在这跟监控室似的 专门弄两个人啊 24小时在那轮流直播 在那看啊 这熊猫躺下了 睡着了 别有问题啊 这样那样的 其实呢 我就说我想说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熊猫 在美国或者海外养殖 饲养这期间呢 和中国的专家是有紧密联系的 这个熊猫的身体状态 健康状况一举一动 随时中国的这些专家 和中国的这些官方机构 是完全知道的 所以乐乐和鸭鸭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中国自己心里非常非常清楚 它到底是美国虐待的 还是它自己 就真的是 这个熊猫 毕竟熊猫为什么 它这个属于病危动物呢 就是因为它熊猫 它容易有一些其他的病啊 它对大自然的这种 这个这种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这种生存啊 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生存能力弱啊 就是抗击自然环境啊 以及自己产生疾病的这种 这种这种生存能力弱 所以才才慢慢的 就变成宾微物种了 它如果生存能力强的话 它不可能宾微嘛 所以它一定是比较难 所以它可能是我觉得这熊猫的 可能真的是生了什么病啊 但是它这个病 在专家的眼中看来 是一种正常的病 我相信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呢 也得等调查结果 那么这背后呢 其实涉及到中美关系 熊猫外交 那么中国呢 跟美国关系不好 正好把鸭鸭这事呢 拿出来说 挂在那儿 让大家看看 你看看鸭鸭这个样子啊 你看美帝多坏啊 把我们的熊猫都弄成这个样子 你去骂吧 它也不提啊 中国呢 调动民族情绪啊 这个仇美的宣传呢 一般就是放任一些谣言 以及呢 放任民间的一些阴谋论啊 它用这些方法来弄 但是如果快到翻车的时候 它会及时出手 赶快关闭啊 压压这个就是这样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